繼續回到即場教育之有問必答的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 繼續把握機會打電話來問我們問題 我們的電話耳線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也是Rafi在跟我們聊天 Rafi 你好 你好 這個時候都想聽聽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早晨 早晨 你好 想問哪一隻 1398公王 是 這一隻有沒有持貨的呢 有 那你的買入價是 6.15元 是6.15元 我說不是都想問上網空間和指示價 是 我剛剛看到現在公行是在做5.86元 暫時升了1.5元 而李小姐買入價是6.15元 暫時看回公行方面 6.15元 就不算是一個非常高的價位 只不過距離現價都叫做 可能大概2-3毛錢左右的賬面上虧損 所以初步來看就一定不用太擔心了 至於接下來怎樣看 或者要不定一些指示位 或者什麼位置才要指示 其實如果真的要考慮指示 我覺得之前那一陣跌到最低大概5.5元的時候 已經要考慮了 但是那時候已經沒有做到的時候 現在回到上來 當然現在就不用太過去理會 現在這個價位應該先走了 因為超人來說 我覺得最差的時期 某程度上也應該在之前那一陣 整個內盆板塊洗版的時候 其實都叫做跌得7-7-8-8 不論你說減遲 一些地方債等 全部因素都叫做7-7-8-8 雖然要延下短 慢慢都會覺得是會走上來 但問題是走的幅度多不多 或者潛在性幅大不大的時候 我一開始有機會先看回 短線也有機會回到上去 大概6元左右這些價位 應該都會稍收越來越阻力 因為6元就大概是50天線 也都是之前比較明顯 就是除淨之後跌下來的位置左右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去到6元的時候 才是正正考慮 要不應該到時才減遲部分 或者到時繼續持有 但是看看50天線 會不會是1很容易衝破 還是阻力多大 如果阻力大的時候 我都建議可能減一減網才會好一點 嗯 李小姐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 這個3-8-8 港交所 有 有沒有持貨的呢 有 你的買入價是 161.1 好 看到3-8-8 港交所現在是163元 暫時升了2.6 都很接近李小姐的買入價 如果你說 161.1左右買 始終現時都會有賺幅 但問題就是 未來會不會急於放 還是怎樣 我覺得始終都叫買入價都比較低位 或者近期左右低位置 因為近期最低都大概156-158 這價位 你都是差一點點 所以都叫近期低位之下買入的話 我都不用看急於現交同路放 但沒有程度上 你說去到什麼位置會有受阻 或者指責位去看看哪個目標的時候 我覺得你會先看大概166元這價位 因為你說除了一條50星線之外 亦都是由四月延伸下來下降軌 左右的一個頂部位置 所以我都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在兩個比大的阻力重疊之下 這個位置未必這麼快會破得到 所以你說短線 有機會真的一彈彈到166元這價位的時候 我都可以建議 適當地走一走 起碼叫賺入袋子 都回回來的時候 才再買 但整理來說 我都會覺得 始終港交所看的 都會跟大市一樣看法 現在我覺得大市 慢慢都叫做一個底之後 又叫站穩了一點點 但只要說 即將升勢 臨文的延續 都幾時回復外圍的發展 所以在現階段 都叫做 未完全明朗之下 有機會去到166元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 走一走才會好一點 好啊 謝謝 多謝你 多謝你 李小姐的電話 Raphia 都知道一位家庭觀眾 都想了解一下汽車股這個版塊 不如一齊聽聽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這位是方小姐 早晨 早晨 你好 想問哪一隻 我想問 這隻股 你是有沒有買入的呢 已經 偷紅蘆米 是 好 看到了 2333 長城汽車 看到現在現價是11.78元 暫時升近3.6元 今天汽車股的版塊都做得不錯 是嗎 如果你說11.76元買 乘主今天汽車股的版塊 都叫做整個版做得不錯的時候 現階段都叫做和你買入價差不多 始終都有一格上的一個輕微賺幅在這裡 但至於接下來怎樣看 或者潛在升幅大不大的時候 我覺得汽車版 我覺得有條件 下半年可能會做好一點 但也不是等於整個版 都一齊叫做 有個推升下面 或者升幅都一樣 我覺得某幾隻會升得好一點 或者某些會差一點 或者好一點 我覺得某些是賣外國品牌的車 會好一點 或者長城方面 始終都是買一些自家品牌 或者國內一點的汽車的話 我覺得未必算是太過好 但你說太過差 暫時也不是 因為像你看回上半年的燒程 也有按年增長三成九 所以這方面也算是做得不錯 未有太大壓力之下 所以股價預期會平穩一點發展 但我太大的升幅也不見到 所以我從頭上短線 在跌了一輪之後 今天有個建底回升的狀態出來的時候 如果乘著未來都仍然有買款 推進整個版塊的時候 我覺得去到試一試 大概12.5元 如果去到這間位的時候 12.5元 才考慮一下 會不會短線可以做一做目標 自己賺錢才來在你場 會好一點 謝謝Rafi 也很感謝方小姐的電話 今天也有很多電話 再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這位是梁小姐 喂 我想問四百六 你好梁小姐 四百六已經買入了 有沒有持貨 有的 十一個四毫六買了 十一個四毫六 看到四百六 俄裏是做十四毫二 暫時是升了兩千 都可能買入價貴少少 是不是 十一個四毫六 如果你說俄裏方面 前景上 不會看得太差 因為自然管理層都自己也說到 預料到接下來的旅的需求 特別是國內來講 他們慢慢都會以國內的一個輸入去做主要業務 你說 接下來也有個不錯的複合增長的時候 前景上 拉長一點看 當然是看得不錯 但問題就是 至於你股價來說 十一個幾買 雖然你說他們現價也算有個 少少的虧損意味在那裡 但接下來你說 翻得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 心態上 如果你說肯有耐性少少等的時候 其實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來講也會見到俄裏之前 上市的時候 雖然大家都會知道是在虧損 或者大家都會見到風險好像很大 但慢慢你會見到上市之後 又經過一些測試 又經過一些公佈業績的時候 慢慢都會看到轉圍圍形 或者那個業績 都慢慢做得不錯 所以接下來我都會覺得 有機會是越走越好 而且你說之前 始終都叫累積跌幅 由十四個多人跌跌到最近大約九個多 短短過多兩月的時間 都跌了大約四個幾至五元 所以我覺得某場上都已經叫跌夠 你很明顯看到這幾天都稍稍發上來 亦都叫做突破十二十天線 連續三天 加上今天來說 雖然現在就叫做開市不久 或者叫做上午市 但我都會覺得 有條件叫今天都能夠守穩大約十四 守穩二十天線這些時間 如果你說能夠連續三天都守穩的時候 我覺得短線也有利 繼續挑戰大約十一元這價位 但問題是去到十一元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的阻力 到時才會看買盤再定 到時去到十一元的時候 看到那個動力還是夠的時候 不用太心急 始終如果突破十一元的時候 都有條件會再挑戰大約十一至十一百 這價位 相對來說現階段 先看著 但是如果反覆下來的時候 穿近期低位大約九六至九八這價位 才考慮自己洩都未遲 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嗎?梁小姐 沒有了,麻煩你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電話 接下來不如和Rafi說大致方面的表現 看到恆治現在升近三百四十九點 報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六點 而成交額有二百四十三億 其次方面是暫時升近三百八十一點 報二萬二千三百四十點 暫時是高水兩點 都要問Rafi的意見 其實今天升市都是預料之內 其實這個升市的持續 會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呢? 如果說到持續性能不能夠繼續的話 我覺得都需要觀察一下 因為超人今天 都叫成住昨晚外方面做得好 有個列口高開 亦都想回到之前大家想等的 十天二十天線這些比較心理關口 叫衝上去 但問題就是 今天第一日站得穩不特別些什麼 始終我都要等這兩至三日 或者下星期回來 能夠完全站穩二十天線 如果你說完全站穩的時候 才能夠慢慢確認 走勢會響回好些 所以我暫時都仍然 以觀望為主會好些 好啊 都是觀望為主的 Rafi現在休息一會 要問回你了 以上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的 謝謝Rafi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了 稍後回來 繼續有即場教資 人民必答的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 可以繼續打電話來問我們問題 我們的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我們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